近日 中国蓝鞋举行中国蓝蓝线上媒体公开采访 主教练杜峰以及周琪等队员就相关问题答疑解惑 自从今年6月底 中国蓝蓝前往澳大利亚 参加蓝蓝世界杯逸选在第三窗口期比赛 直到北京时间9月1号才从哈萨克斯坦启程回国 这支队伍已在外漂泊两月有余 杜峰表示 中国蓝蓝完成了队史上最漫长的一次海外征战 可能是中国蓝蓝历史上在国外比赛和拉链的最长的一次 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 两个半月的时间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中国蓝队的球员 整个在继续运用也好 身体对抗也好 跟这些罗美强队的差距 其实还是蛮大 这种主动对抗的这种意识还是非常强 大家在这个投篮的能力上都有很大的提升 大家这个机动性还是非常强 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部分的球员 基本上都是原地的定点投篮 其次就是在于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行进间的技术 这几块呢 我觉得还是这个有待于大家去提升吧 此次海外参赛拉链期间 中国蓝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人员困难 一度只有四名队员能参加训练 其实从备战开始的时候相对比较困难 人员每个不止一次性都能到位 亚洲杯大概知道整个队伍经历了最大的困难 当时有差不多十几个人留在劳大里 包括工作人员和运动员 在亚洲杯的过程当中 此次中国蓝蓝的海外征战中 后卫球员的表现备受关注 杜峰表示 后卫球员们还需提升个人进攻能力 作为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后卫线来说 可能需要提升的这个就是个人进攻的这种能力 高水平队伍在挡赛之后都会选择在防守端选择换人 那换人的过程当中 要不就是大大小 要不就是小打大 大大小的情况就是你在这个时间节点呢 能不能第一时间把球运转到这个中分的手里 其次就是错位之后 那就形成你小打大的这种个人进攻的能力了 周琦在此次海外拉链的比赛中 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 多次力挽狂澜带领球队前进 周琦表示会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一切 我们在一个靠整体打球的队伍 那每个人承担每个人不同的责任 我去尽力做到我能做的所有的一切吧 然后把我的职责做好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需要我们就是整体去把这个比赛的成绩去提上去吧 在试欲赛第四窗口期结束后 杜丰提到低谷中崛起是中国南篮当下最大的目标 此次采访中杜丰表示 在中国南篮没能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下 球队的主要目标是晋级2023年南篮世界杯和巴黎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是我们南篮这个历史上第一次你有参加这个奥运会 那肯定第一位标还是要进入这个世界杯 进入世界杯之后 我们希望这个在这个所有的创过期的比赛当中 有一些好的成绩 把我们国际栏运的排名往上提一下 那其次就是希望能在这个世界杯上 对我有一个好的表现 去拿到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入场卷吧 欢迎讨订阅 深连论